第三百三十集 少管闲事 啊 那既然这样 那我现在就动手 我估计就是现在有不少人盯着他捡这个漏呢 江玉然说道 捡漏也得有吃下去的本事才行 否则不得被噎死啊 殷康宁笑笑说道 啊 对了 刚刚给莫先生那两位师傅订了机票 让谁跟他们回去啊 江玉然问道 这事你自己安排就行了 对了 莫小鱼呢 不走吧 啊 他不走 我和他说好了 江玉然说道 呃 银康宁深深的吸了一口雪茄 看向窗外 预报说啊 这两天有风暴 但是风暴还没到 已经是乌云压顶了 江玉然说的没错 盯着贺进生的人不少 所以如果自己单独吞下这块肉 肯定会遭人嫉恨 这是很不划算的事 生意场上也最忌讳毒吞 要想摘下这颗果子 还是要找足够的人来搭梯子呀 哎 你说莫小鱼有钱吗 银康宁问江玉然道 肯定有钱啊 哦不对 从我们这里拿走的钱 他应该花的差不多了 替多曼山还了两千万 又买了一套别墅 应该也没什么钱了吧 江玉然说道 呃 但是那两个老头有钱 这是一定的 所以这事呢 你探探莫小鱼的口风 看看他有没有兴趣 掺和一下 如果有兴趣 问他能出多少钱 十万八万就算了 买过来分不了几个钱 银康宁说道 英总 您的意思是把莫小鱼拉进来 江玉然吃了一惊问道 利益是捆绑一切人际关系 最牢靠的绳索 我要让莫小鱼 心甘情愿的为我所用 而不是因为 我们帮他一个忙 还我们人情 再大的人情 也有还完的时候啊 还是利益来的牢靠 银康宁说道 那既然老板都这么说了 那自己还能说什么呢 虽然他不知道 贺静生有多少资产 但是他明白 这笔买卖和抢劫差不多 凡是参与的人 都会得到数十倍的回报 那心里也是颇为痒痒的 玉然啊 我知道你这个人淡泊名利 但是再淡泊也得吃饭吧 也得养家吧 所以你那份钱由公司处 算在你的名下 英总 这不合适吧 蒋玉然虽然心里高兴 但是文人的清高啊 还是让他有点措手不及 好了好了 就这么定了 这个公司呢 由你来筹划 我联系想参与的人 墨小鱼那儿你来负责 宁康宁说完 起身去了卧室休息了 蒋玉然此人很会做人的 为了表示对墨小鱼的重视 非要一起去送 狼尖白和爵爷去机场 而且一直安排好 二人登机起飞之后 才和墨小鱼一起回到酒店 墨小鱼呢 还是住在狼尖白和爵爷 刚刚休息的那个房间 但是蒋玉然却跟了进去 好像是有事情要说 可是呢 还不太好意思开口 这就是他的本性 虽然有对财富的欲望 但是心却没那么黑 这一点和英康宁有天壤之别 说到底啊 他就是一打工的 心啊还没那么大 江大哥 你是有事找我 墨小鱼给蒋玉然倒了杯茶问他 是有点事 英总吩咐的 我倒不知道该怎么说了 江玉然说道 墨小鱼心想啊 这个英康宁也太现实了吧 刚刚送走狼尖白和爵爷 马上就要要我还账了 江大哥 这有啥不好意思的 有事您就直说 兄弟要是能办到的话呢 没有二话 墨小鱼说道 那好 那我就直说了啊 行不行呢 你自己看着办 那位贺总和英总谈了一下 想要把自己国内的公司处理掉 不会再回去了 英总看来都是一个地方的人 只能是帮这个忙了 准备新成立一个公司来接手 不知道 你有没有兴趣参与一下 江玉然说道 连他自己都明白 这就是趁火打劫 还说的这么冠冕堂皇 毫无疑问啊 这是个脏活 但是英康宁呢 委托给了自己 那自己也没办法不接啊 更何况这里面 还有自己的利益呢 哎呦 英总这是照顾我呀 行啊 但是不知道 要我出多少钱 墨小鱼问道 墨小鱼的爽快 让蒋玉然有点错觉 难道是自己太矫情了吗 最后商定啊 墨小鱼在这个新公司 投资五百万 这已经让蒋玉然吃惊了 这小子哪来这么多钱 看来自己还是低估他了 看来啊 自从那五枚玉制元宝之后 这家伙肯定也没闲着 休闲的茶餐厅里 没有了那两个老头的麻烦 墨小鱼 惬意的享受着晚间的宁静 只不过 别人看的是报纸 而他看的却是地图 他手里这份 是香港最新版的地图 这是白鹿教他的 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 一定要买一份最新版的地图 好好看一下 否则真是要到了逃命的时候 以免跑进了死胡同 那可就真要命了 夜晚的香港 是一个典型的不夜城 尤其是各种夜店 灯红酒绿男男女女 很是热闹 路过一家夜店门前 还没等自己回过神来 夜店里就冲出来一个人 一把抱住了他 后面还跟着三个男人 意图把他再拽回去 但是这个女人 喝的确实是差不多了 可能还保持着一丝清醒 紧紧抱着墨小鱼不放 而后面的人 已经开始在拉他了 接着门口的灯光 墨小鱼一看 哇 居然是昨天帮着 把狼间白和绝夜 救出警察局的 陈婉营律师 怎么喝成这个样啊 哎 等会儿 你们是干什么呢 此时陈婉营 已经被两人拖住 马上就要拖进夜店里了 墨小鱼上前一把 拉住了陈婉营的手 眼前的情况告诉他 这件事没那么简单 看起来陈婉营喝多了 但是要是落到 这些人手里 后果难料 喂 大路仔 扫管闲事 否则灭了你啊 其中一个人狠狠地 瞪着墨小鱼说道 而且撩起了自己的衬衣 腰里还别着一把刀子 滚开 有刀子了不起啊 你插一个试试 把人给我松开 墨小鱼吼道 此时啊 陈婉营挣扎着 使劲地靠向墨小鱼 看得出来 她的意识还是有点清醒的 只是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了 而且脸色飞红 不是喝多了 就是被人下了药了 谢谢大家